一能静是一个真性情女子 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 也热衷于公义 一能静从小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后来母亲远嫁日本 这也是前夫宇成庆母亲 一直嫌弃她的地方 因为宇成庆家是名门 父亲在政界工作 母亲又是明爵 和一能静相比 两家家庭差距是很大的 一能静与婆婆关系一直不好 我不其然宇成庆和一能静 也是以离婚收场 张伯芝在和谢霆锋结婚后 和婆婆迪波拉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迪波拉非常嫌弃张伯芝 主要是因为张伯芝负面新闻太多 家庭环境也不是很好 而相反谢霆锋却是出自书香门第的艺术之家 最后张伯芝和谢霆锋也离婚了 这其中和婆婆应该也有一部分的关系 贾静雯曾经是被公认的美女 加上她的演技也是相当的好 可是这样的人她的学历并不高 她真正是国中毕业的 这点让她的婆婆 也就是前夫孙志浩的妈妈 嫌弃不已 婆婆一直把贾静雯当作戏子来看待 也因为被婆婆嫌弃 贾静雯和孙志浩的婚姻也并没有长久 最终以离婚收场 而叶宜倩在和田亮结婚后 田亮的母亲本来对叶宜倩也很是嫌弃 觉得她是超女出身 和自己儿子奥运冠军的身份相差太远 还觉得叶宜倩长得漂亮不会过日子 但是叶宜倩面对婆婆的嫌弃 却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婆婆的质疑 现在的叶宜倩和田亮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女儿三叠出落成情形欲立的少女 儿子小亮仔也是软萌可爱